大家好 今天是5月22星期三 股市经过昨天的大幅度的回调之后 今天早上曾经有一点点的回升 可是由于买盘不足 结果整个股市还是反复而带远 我们先看看尽早的情况 恒生指数早段先轻轻的高开5点到19225点 往后在反复当中一度低见19149点 还好回稳的买盘开始出现 结果股市就一步一步回升到19359点才停步 可是由于买盘真的不足 结果整个股市一直反复在这个波幅之间 而大部分时间指数都是陪回在19200点左右的水平 好了 五月份当然还是先低后高 因为最低指数是2号的17740点 最高暂时还是20号的19706点 等于说结果的波幅已经有1966点 硕证的这个波幅绝对不算少 应该可以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问题就是整个股市从10月19号的低位 16,044点开始的上升 到5月20号的高位19706点 在四个星期左右时间指数已经上升3662点 这个升幅是很明显的 所以一旦股市摆脱不断的往上寻找高位的走势的同时 固压一定会慢慢的出现 毕竟瑞浙的升幅实在是不少 再看看移动线方面 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现在许天线已经上升到19100点左右水平 距离现在的行政指数只有100点 也可能只有几十点而已 这等于说只要许天线还是在一步一步的上升当中 而大势又在一点一点的在反复的话 最终恒指是会跌穿许天线 当然跌穿许天线并不代表故事会怎么样的大跌 可是最低限度有两点 第一,故事已经基础上摆脱了进一步往上寻找高位的走势 这个大家应该是看到 第二,那一分钟故事可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调整 好了,刚才我提到 这个生浪内浙的升佛有3662点 要是股市回调这个升佛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就代表股市有机会回调到18000 大概500点左右水平 问题就来了 因为现在二十天前已经上升到18460点 要是股市真的是会回调这个月的这个十月份到现在 这个升佛3662点的三分之一的话 那二十天前呢 防守身也会受到考验 说到底,暂时 但是技术上来看股市只是大幅度上升之后一个消化跟调整而已 可是一旦十跟二十天前一旦是熟的话 那这个调整的势头会比较明显 而且调整的幅度也比较多 所以大家还是小心一点点 最近要是已经冒进去的短线炒卖的股份 要不要做风险管理自己要想一想 当然抓钱在手 希望买一点点股份做一个短线炒卖的 我想还是多等一两天比较好 股市毕竟已经开始有一点明显的反复 这个大家留意 还有成交经验也开始一点一点的减少 千万不要看清这个记录上的表现 好了,今天下午的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留言订阅 按一下小铃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订阅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